哈 啊哦 啊哦 亚德和马吉今天接了个八万平方的大活 从今天开始 他们要负责这个养殖场的安保工作 报酬一万美刀 直到肃清 这个养殖场里的鸽子和松鼠为止 你觉得他们这个活接的划算吗 点赞给你好运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们的工作方式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只上一张小桌子 然后不停地打打打就完了 啊哦 啊哦 亚德的妻子现在也已经能够独到一面了 啊哦 啊哦 两个人你一枪我一枪 很快就消灭了四只鸽子 但这还远远不够 工作才刚刚开始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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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米的距离 一只鸽子完全可以轻松拿捏 哪怕是更小的两个人 也是一枪解决 一只小麻雀而已 但是亚德也没有放过他 一只鸽子挂在了铁网上 让马吉情绪有了一点波动 一上午下来 马吉就像一个冷静的狙击手 不停地打着鸽子 这还是他今天说的第一句话 鸽子数量实在太多 一时半刻也打不完 于是两个人拆掉了七枪支架 准备先消灭栅栏外面的地松鼠 它们不停地挖洞 破坏着养殖场的地理环境 所以也是它们的狙杀目标之一 一只松鼠努力地卖着萌 但是亚德没有丝毫手忍 看这个数量 应该是一家老小全在这里了 马吉也很快加入了消灭松鼠的行列 这群松鼠就在栅栏的猫叶 距离亚德只有七米 亚德一枪爆头 但松鼠开始抽出舞蹈 又打了几只松鼠 两个人感觉身体有点疲累 于是又坐到小桌子 前继续打桌子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即将结束 如果你也喜欢此类视频 那么请按点赞并添加关注 下期咱们接着更新